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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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在这种优势就懂得用市民语言说话 人家梁家姐本来大律师高高在上那种 对不对 就不一下子就相反了 所以那些梁家姐反应就好一点 不过我看了之后我有很强的感想 就香港这几天呢 我觉得有点像自卫 自主毒一样 自卫吗 我以为你说香港要保卫自己 那里在驻港不对 那怎么就能保卫 我说自卫什么 就大家都说你看这辩论 跟美国总统全局比较 我说你们别比较 不能比 是两回事 因为水平真的是不如人家 你看我记得看美国的这种候选人辩论 以前有好几个是很经典的例子 比如说以前里根对着卡特在辩论 那么里根在辩论的结尾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句话 那时候很多美国人看的印象很深刻 他说今天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半天 大家都可能觉得我们谈的政策很复杂 很混乱 但是全国的国民 我现在透过尽头 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们自己闻心自问 过去四年来 你们是生活的更好了 还是更糟了 我没话说了 那语言很厉害 那语言能力很强 然后又或者是有的是表演风度很在行 比如说像尼克松对这个甘乃迪 那也是个经典的一次辩论 因为辩论前的时候呢 尼克松还在理先呢 其实是 但是甘乃迪呢 当时大家就说年轻小伙子 能懂什么甘乃迪 你很年轻吗 当总统的时候 肯尼迪 对肯尼迪 结果他辩论的时候呢 就看到言语上 其实尼克松比较丰瑞 但是肯尼迪呢 一路就是笑咪咪的 哎呀很自在 风度翩翩 然后尼克松就满头汗 我那天看肯尼迪啊 我就知道了 有比克林顿 不亚于克林顿 就更牛的 那当年宣布 我们要登上月球 那个范儿 你知道吗 他英语他听不懂 那个范儿 那个表情 那也不叫僵硬 你知道吗 他就是 哎呦看着就觉得 这家是个能蒙人的 没错 而且你记得吗 他说宣布登陆月球那时候 他那个话是怎么讲的 那是个也是个经典的 对对的经典 我那天刚记 他说什么嘛 他一说我们要登陆月球了 然后底下来哇 那么大家都觉得很震惊啊 派人上月球了 他说 对没错 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呢 不是因为他容易 而是因为他困难 对对对对 啊 我们要增加我们的知识 什么什么什么人类 人类带头人了 感觉领头羊了 这种 所以他们所有这些表现 他们都是受过专业的训练 而且是 是从百老汇直接请到最好的表演教师去训练 你看到白宫的回忆录的话 呃 卸任的每个总统 从差不多是尼克松以后吧 就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电视 突然就是说 兴旺发达了以后 每个每家每户进入了每户 对 所以他必须要更多的 直接的面对 近距离面对观众的这个机会 所以他这个表演课 是规定了总统在每星期 可能有六个小时的表演课 其中包括台词 对 我不知道那个曾英权是说广东话 还是说广东话 你认为他能说普通话吗 可以吗 普通话辩论很难辩了 这没我们的国语吗 不是他我我我反倒注意的 你刚才提阿波罗 哎我还今天还真好 正好这么巧 我准备了一小段 我告诉你啊 我倒觉得他能够在这种正式场合 这样其实也有一个关系 就是他整个社会风气 对言论的宽容 你知道吗 首先不怕 你知道好些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我们某些官僚部门 有些人现在很惨 你怎么叫很惨的 植物神经紊乱 后来我一考察 很多在这个高层政治里边的人 你查查他得的什么病 植物神经 就是说你生理上查 过去的 我也不见得 别指人 但对事不对人 就是说 生理上没有什么病 但莫名其妙的就怕 怕水 或者说觉得 哎呦我心脏病要发作了 不行了 你觉得 就像过去是谁 苏联的小说里写的套子里的人 现在在某些 某些官僚部门里 有这么一种人 挺可怜的 有的是我们的同学 活得累 很难适应社会 你知道吗 因为他在这个部门里 他整天得打官枪 而且他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里 错一个字 就完了 你就升不了官了 而在这个里边 你比如说有些部门 也没法贪 也没什么贪的资源 哎呦 整天打官枪 就想去当官 官迷 但是呢犯一点小错 稍微得罪一人 你就不行 这种人呢 养成官枪之后 习惯成自然 现在出去到社会上去啊 过去人还尊重他 现在出去跟同学们吃饭 你就发现他 他放不下来 他还是这个官枪 我觉得这是很难办的 所以我就想啊 其实这里边有一种轻松 你比如说像意大利 贝鲁叫贝鲁斯科尼 贝鲁斯科尼是总统 前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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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会的老板 这黄建祥熟 是吧 我就说他 你看这么一个身份的人 到美国动个心脏手术 回来 在机场记着访访访他 说什么 还是咱们意大利的小护士赏心悦目啊 美国那护士进我病房 能把我给吓着 以后千万别让他们再到过来 不是说他 当然可能他后来也道歉什么的 我们也是喜欢乱说话的 对 但是重要的是 这个社会允许你这个身份的人 你都可以这样 说这样的话 我就由此 我为什么要抖了也太远了 我就说我那天看阿波罗的一个纪录片 登月嘛 我就发现这要在中国 什么咱们那个是谁来的那英雄 杨立伟 杨立伟 杨立伟嘛 你想咱样是登月 咱在那 他敢开玩笑吗 咱不说别的 他除了说这些正确的话之外 敢聊闲天吗 美国这个 肯尼迪航的地面中心和这个 没事的去聊 哎呀 你们气死你们 这风景漂亮 你看我再到前头看看 你看我给你翻一根头 玩 而且还问我家里谁谁谁啊 开玩笑 大家看的都了 甚至于有一个事情 我在纪录片里看到了 第一个宇航员下去 叫什么阿姆斯壮 他说 这个我这是我个人一小步 这是我人类一大步 一大步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第二个下去了 他说什么人家也不会记住 你知道吗 然后原来是真的 这次就是说上天之前 他就知道阿姆斯壮要说这话 然后他跟一朋友打赌 说我给你赌500美元 等我 他第一个下踩到月球地面 我第二个踩到地面 我就说 这个尼尔 叫尼尔 阿姆斯壮大概说 就是说 这是尼尔的一小步 这是我的一大步 那他就幽默一下 我跟你说是真的 你看看 就人类登月第二个落地的 宇航员 你刚刚说那种表演 就除了说是百老会的培养 那么我觉得文涛说的很重要 就是整个社会的宽容 但还有一点 我觉得他们的政治人物 有种本能 他也会跟我们一样 就是中国 那天不是说吗 都表演吗 他们也表演 但那个表演的路数不一样 路线不一样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打二战的罗斯福总统 那罗斯福总统不良于行 知道吧 所以他很少 会让人看到他的筑拐杖的样子 那么当年他在打二战前 他没有今天那么高的地位 曾经一开始上台的时候 很多人骂他批评他 那么他怎么样去改变国民对他的印象 那么当时也没电视 他怎么办 就搞一个电台节目 天天上电台 天天在广播电台 普遍谈话 很有名的 那么我 那时候我还真的是找回来 在网上找回来听过一回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段子是怎么样 就说 说着说着话 说着话 突然之间 哎 那个谁 给我一杯水吧 就这么声音就出去了 水来了 听到他沉默了三十秒 喝一口水 哎 亲爱的国民啊 今天的华盛顿晚上真热 我当然觉得好舒服 哎呀这总统 所以你看他 这也其实也是表演 你知道吗 都是演 咱们呢 就好比说全世界 全世界上下一台戏啊 都是演 但是好比咱们演的是样板戏 嗯 规范动作标准表情 对吧 随着我要求你这个亲民 我连校 可能都是标准 亲民一号 亲民二号 刚才说灯月的话 神五直播我看了 神六我是没看上 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那些台词都 都涉及上去以前都已经 对吧 写完了 包括你说刚才那个打赌 但我们这不可不可想象 不可想象 你说杨立伟 我甚至觉得 敢跟梁文道打赌500美金 我上去要说一什么话 我甚至觉得说实话 可能都没办到 最近你知道关于这个灯月 呃 又曝光出来一个一个金 不是金人的秘 但是我确实很惊讶 说其实在月球上 是看不到中国的长城的 这个我们永远是引以为自豪的 两大奇迹 现在才知道 我才知道 我们早知道 这么一个蜿蜒的一个东西 根本看不到的 可是我记得 不是神五就是神六 还在太空遥望的满宇宙的红旗 然后我说我终于看到祖国了 微微的长城 他看到了吗 想象 他怎么能说这个话 我们是师的国度 知道吗 我们是师的国度 不允许想象吗 我看见他 他如果还没有到那么高的话 说不定看得到 就你刚离开地表获雪了 给我看得到 有可能 真应该看看 就羡慕这些宇航员 你知道 看地球 从月亮上看地球 内蓝的星球 地球像是个月亮 那里边蓝蓝白白的 哎呦 那个美啊 美的让人心碎 就是这个有这么一个 因为月亮是灰白的 都会没有颜色的 而且呢 在太空看过地球的人 据说啊 回来会有很巨大的人生观的改变 没错 家庭崩溃那么多 不是说这个 有这种状况 但是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就第一次认识到 原来全世界60亿人 真的是住在同一个星球上面 那种人类大同的 那种感觉特别强 这个地球 就原来我们都真的是住在这上面 对 就等于你很远距离 看到你自己的家一样 所以你就知道 咱要和谐社会 咱要平等共存 咱要多元容忍 咱要宽容 是吧 咱这个不互相间不能 掐来掐去 然后我刚说那个辩论那个东西 我觉得还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美国这种社会 其实不止美国 西方社会啊 它有个特点 你看古希腊人啊 像古希腊雅典 不是搞民主政治吗 民主政治流行的时候呢 他们有一种人很受欢迎 叫修辞学家嘛 对 到罗马都很受欢迎 这帮人是干什么呢 就你给钱我 我就帮你写演讲稿 然后我还训练你怎么演讲 训练你怎么发言 这个手势动作 跟你刚刚说那个百老汇的训练一模一样 所以自古以来 民主政治就是一种用嘴巴说出来的政治 意思是什么呢 一个政治人物 他演讲 他辩论的目的 是为了要动摇 我的敌手的支持者的心防 我要拉拢更多的人站到我这边 然后经过投票或者不用投票也好 我的声望会提高 我能够更上一层楼 那么你看美国那些总统 他是美国你住过就知道 他是从小到大就辩论 选学生会主席 一直到大学一路选上去 但是你看 所以他每个人都会讲 也不知道为什么 影子你喜欢辩论吗 我喜欢 我喜欢辩论 但是我现在慢慢的很难找到对手辩论 不是找到辩论 不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在民主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经常搞这个脱口秀的演出 脱口秀是一言堂 你知道没有自己跟自己辩 比如说男人为什么不喜欢我 然后我自己跳出来说 我你这样的人可以 能期望男人喜欢吗 然后嘚啪嘚啪开始说下去 也是一个自我辩论的过程 其实挺愉快的一个 对 我经常自己在脑子里自己跟自己辩论 但是我就说你解剖一下我 是我想是不是因为软弱 还是小时候自卑 我到现在为止 虽然我参加过大学辩论队的辩论比赛 但是这整个这些玩意儿 我非常讨厌 我觉得这个 我根本不会跟人吵起来的 你知道吗 有那么不善解人意吗 你一个眼神 你一句话 我就明白你怎么想了解 可以 可是我们是为了辩论而辩论 那样的比赛 没错 我跟你说 这种我最烦那个东西 我个人 我个人 我觉得我可能有些什么缺陷 但你比如说 我觉得那种 现在也有挺多那种节目的 就是 你们吵 你们吵 那个时事辩论会 没有 凤凰卫视的节目 那都是第一流行 不是 就是 别找我麻烦 我说的是说 我不喜欢这种 这种故意的 你知道吗 就比如对我来说 你是这一派 你是这一派 一句话就能明白的事 你们花一个钟头在那干嘛 比如这种节目我不看的 但是我不否认 这种节目收视很好 很多人爱看 但是我就是说 好像 这我是怎么回事呢 我怎么那么讨厌这个 因为我觉得要交朋友 比如文道 我讲的是善解人意 讲的是你得对敏感 了解朋友的心 哪用这 哪用这个说白了 说的那么难听呢 你一个眼神 我就得明白 你不高兴这样 我就了解了吗 那我心里了解你 也了解我的观点 我有必要跟你这个吗 你说是不是我懦弱 你是在交朋友 人家是为了那个奖金 为了那个加分去的 大学生辩论会 高考加分 最讨厌的是假的 就是说你要抬杠是真的 像咱们生活里 你抬杠是真的 这还可以 所谓真理越辩越明 我讨厌那个假的 就包括这个总统辩论 其实我也讨厌 明明都知道怎么回事 飞在这 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穿着明白装糊涂 对 他那种辩论 他就算是大家都在演戏 但大家是真想赢对手 当他们做演讲的时候 他知道他在演戏 但是他是真想赢得观众 或者国民的支持 那么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看我们中式的辩论 或者演讲觉得很无聊 或者不好看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没有竞争性的 所以没有竞争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人家是辩论完了 演讲完了 他才能够得到支持 爬上一个位置 中国的情况是 一个人物 他是得到了支持了 站上了位置 他才有机会演讲 你懂我意思吗 就你演讲目的是不一样的 呃 他们那种演讲是 我演讲是为了让你们相信我 我要有说服力 我才爬了上去 我们的演讲是 我把你们都干掉了 我今天轮到我来讲了 嗯 你懂吗 所以这个演讲的方式 风格修持是不一样的 每次那种辩论 你可以说很虚伪 你可以从你刚刚观点去看 哎呀 何必这么变呢 但是你不能否认他挺好看 挺有娱乐性 那么我们是连娱乐性都没有 我承认 这有时候啊 有如果能显示出两个人的这种机灵劲 这种智慧啊 我也挺喜欢 有时候我小本上还记 你看那天我就呃 看一古古代俩人 就吵架 怎么吵 就是说呃 我是这个如影之士 比如说就是那那个地区 河南那边吧 如影之士 你是烟照之士哈 他就骂他说我如影之士啊 立如锥 就是你这个烟照之士 顿如锤 就是说你顿得下锤一下 然后那边怎么接呢 说以我顿锤 打耳立锥 就以我锤打你的锥 然后那边又说哈 我我这锥呢 神锥不可得打 就我这神锥不能得打 那边的烟照之士 就我们河北人就说什么 既有神锥 必有神锤 还是打你 每天的烟照之士 经常会出现这种烟照 和如影之间的这种烟照 他们去看广告 这挺道的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来这个咱们女界有吧 嗯 也谈谈 女界我听过的这个令我印象 比较深刻的演讲 倒不是女人 确实是跟女人有关的 也就是这个乔治武是这个 就是温莎公爵她退位的那个演讲 当时对整个这个大不列店来直播的 在广播电台里边 他就讲到动情之后 他就说 保持了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 一个政治家的一个品位 同时是那样的富有这个人性化 他就说我认为 我今天做出这个选择 必须有利于各方面 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 有利于每一个方面 有利于我自己 有利于我爱的这个 有利于我的国家和人民 他做了这个演讲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的演讲是没有目的 爬上台去了以后 然后在那边 我说不说 都得你们都得听我的 你可以去 你可以不来 你可以关掉电视 但是我还在那里说 但他这个是要必须要达成他的目的 政治家是一类很特殊的人群 刚才你说他们有植物神经综合症 真的我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到 植物神经紊乱 那些人为什么紧张满头大汗 不停做小动作 包括林彪 为什么在世的时候 他必须房间里的温度调到20度 爬风和水 江青也有这个 江青也是 我最近到山西去自驾游 去了大寨 当年江青去大寨的时候 据说是端着车尾马桶去的 本来我以为 他讲了江青同志的毒计 我本来以为他是特别讲究个人卫生 后来发现他可能 是不是这种神经质的一种东西 他的洁癖 这个东西 政治家是很特殊的人群 所以这美国对政治家的这个表演系列不仅包括演讲 不仅包括这个身段手势 穿衣打扮颜色的配搭等等 那确实 那确实 打死我也干不了这个 我觉得这个神经 那不是人干的事 那不是说什么呢 我伪人干的事 那不是人干的事 那不是人干的事 那是伪人不同语 干得不好就会萎缩 就变成萎缩了 有的真的是 有的真的是 真的 你像看这人压力多大 一天到晚在这个美光灯下面 每一个小动作都不能错 所以你挖挖鼻子也不行是吧 然后你干什么都不行 你太危险了 你像这个 而且有的时候还得面对别人的这种攻击 而且就是你得做出应对 我觉得这个 你比如说像是美国有一个说福特吗 那不是说福特 福特你看 福特他有点像咱们 就是说我就是福特车 我不是林肯 就是说我就是大众 我就是大众型的轿车 先把自己踩在脚底下 他的名言 对吧 然后就这样都有人骂他 约翰逊还是什么就骂他 因为他小时候爱打橄榄球 说他脑子坏了 小时候打橄榄球给打坏了 这就自我幽默一把 争回面子了 所以在新闻发布会上 他就准备了一个小时候的 大学时候的橄榄球的头盔 戴上 戴上 显得非常小 然后呢 他还跟记者说 华盛顿就是一个让人头脑膨胀的地方 取悦人民 这挺不容易的 你知道 这等于是要装小丑混的 你刚说贝鲁斯科尼 他为什么老开黄段子 一来他身性如此 二来啊 他要鼓动意大利那种基层百姓的民粹主义 就大家都会觉得 你看我们这个总理是老色鬼跟咋一样 哈哈哈哈 是那种感觉 是吧 虽然他们也挺需要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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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